在我手中的是一個種植過屋類後的太空貓廢棄 在台灣一年會產生三萬多公噸的太空貓廢棄 在民間通常有三種處理方法 其中兩種 一個是直接氣質 氣質在田間小道或者是河島 另外一種方式是粉燒 但是這兩種方式都會進階的造成環境污染 最後一種方式是製作成堆肥 但是製作成堆肥的時候碳氮比過高 發酵的時候會產生有機酸和熱 會對植物體造成傷害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 能不能夠用更有效的方式去運用它們 而我們想到的方式就是 利用甲蟲的2030幼蟲 去使用太空包廢棄物 轉化成排椅 作為蟲分堆肥 而我們剛剛提到的台灣 三萬多公噸的太空包廢棄物 如果經由77萬隻烏干達三菱的幼蟲 食用的話 可以吃上一整年 而且可以得到 兩萬一千多公噸的充分兌費 而其中真菌可以吸收重金屬 分泌酵素 分解有機污染 所以我們在想 可不可以透過太空包廢棄物 以往在種植物類的期間 拔出自食體的動作 有效的減少重金屬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實驗對象 我們的實驗箱是甲蟲的幼蟲 我們所使用的甲蟲分別為這五種 西角金龜 或西金龜 白條金龜 跟烏干達金龜 還有獨角仙 然後在排放率中 烏干達金龜是最多的 它們分別是 它排放率是100比72 跟最少的土耳其金龜 它排放率是100比35 好這就是我們 這次實驗的一種 這個是二零的甲蟲排頤 跟三零的甲蟲排頤 然後一零的甲蟲排頤 因為它們分辨難以分離 所以就不列在我們的實驗順子中 然後我們的甲蟲排頤 它的pH值偏減在八上下 所以它能夠改變台灣土壤偏酸的問題 再來是我們摘中試驗的部分 我們摘中試驗 原先的計畫是分成兩部分 一個是發芽率 然後再來是後續田間管理栽培上 然後發芽率的部分 我們有做了豆類、葉菜類、瓜果類跟玉米的摘中試驗 然後在這三組摘中 我們充分堆肥它的效果是 比其他的田土還有普通的堆肥 及培養土來的更加顯著的 但是瓜果類它在成果上面 就沒有那麼明顯的功效 然後再來是我們田間栽培管理的部分 田間栽培管理雖然說我們有做這個實驗的步驟 但是因為在後續管理的時候 有再去不小心去噴到一些除蟲劑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它從我們實驗的項目裡面刪除 因為它就多了一項變異 可能會對最後的結果做出 就是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的結果列在這裡 依序是田土 然後再來是木屑堆肥混合一般的田土 去做的栽種試驗 然後首先是我們的田土這一組 它主要是當作對照組 培養土跟木屑堆肥還有田土是我們的對照組 然後田土的部分 我們沒有在後續添加任何的肥料以及生長調節劑 所以裡面的養分是相當不足的 所以它的養分是相當不足的 它的生長情形不是那麼良好 也是可以預見的 然後再來是木屑堆肥跟培養土 兩者的生長情形是差不多的 木屑堆肥呢 因為它在它的發酵完成製成之後 它的碳氮比還是很高 所以即使是我們把它加到噴尖 因為它還是會持續的進行發酵 這對植物的根部會產生一些比較不良的影響 然後培養土呢通常 培養土廣泛要被使用在非常多的種苗 種苗生產上面 或者是一些園藝化繪的生產 因為每一種植物它所需的養分不同 通常我們會希望最初始的介質 它所含的養分是越少越好 就是之後如果說有需要的話再自己進行添加 最後是我們的蟲糞堆肥 蟲糞堆肥 就是它既然製造堆肥 就是把它拿來當作堆肥嘛 所以就把它混合著填土使用 可以看到我們 蟲糞堆肥所栽種出來的結果 跟我們填土組有非常大的差異 這其中只差在一半的蟲糞堆肥齁 它蟲糞堆肥所栽種出來的蝙蝯幼苗 它的葉片數較多 葉片也較鮮綠 它的長度也是比我們 只有單純填土栽種的還要來得長 所以我想在充分堆肥 後續管理上是有顯著的功效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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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